欢迎回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聊高铁 除了乘飞机 怎样能快速的到达泰国 您能想象有一天坐高铁去泰国吗 2012年10月 泰国交通部曾宣布 7年内建设4条高铁线路 并有一条与中国等邻国相连 今年10月 中泰双方在高铁领域的频频动作 加快了这一进程 先是中泰双方的高铁 中泰双方签署高铁合作备忘录 接着中国铁路总公司 又在泰国举办了中国高铁展 不仅仅是泰国 最近国家领导人在参加APEC峰会 和东亚峰会期间 像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也推销了中国的高铁技术 那么这场如火如荼的高铁外交 有什么样的战略背景 一起来了解一下 由于原有基础设施落后 因此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正在大力推动对中国高铁技术的引进 中泰双方的高铁合作始于2012年 中国专家组已向泰方提交了 两条高铁的建设方案 两国政府还签署了有关协议 统一泰国与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 这一合作也因此被称为高铁换大米 2013年10月11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与泰国总理英拉签署了 中泰政府关于泰国铁路基础设施发展 与泰国农产品交换的政府间合作项目的量解备忘录 从2009年开始 中国企业已经承揽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铁路建设项目 但中国的高铁自诞生之初 在经济性和安全性上一直是饱受质疑 那么中国高铁走出去有哪些风险和挑战 来听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看到中国高铁走出去正在提速 以泰国为例 中泰双方最近签署了合作备忘书 然后中国铁路总公司在泰国举办了中国高铁展 您看好中国高铁技术在泰国的应用吗 泰国的话 它现在的铁路只有4000公里左右 都是单轨 就是说不是只是俯线的 不是俯线的 只是单线的铁路 而且都是迷轨 我们国家是标准轨 它是迷轨 为什么它采取这种模式呢 因为它的那个都是山区 运量没那么大 那你在那地方建铁路 我觉得建标准轨的也可以有更大的运量 为了以后的经济发展 那建的主要是货运 那个可能还是我觉得是形成一个大市场 和中国和东南亚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 那么货运 客运 兼用的 以货运为主的这样一个铁路 我觉得是可以建的 可以出口的 中国有完全成熟的技术 但是对于高铁来说呢 你拉谁啊 它那没几个人 是吧 所以你到那 这肯定亏损的 是吧 因为泰国的铁路现在还是正起不分的 它是政府管的 是吧 所以它可能不在乎 它觉得 中国有了高铁了 我也得有 那它要不起的 所以您认为 中国应该去参与泰国的基础建设 建铁路 但是不适合建造高铁 铁路可以 普通铁路是可以的 对 到哪个国家建铁路都可以 因为中国在这个机车 机车车辆制造 在整个铁路建设上 有非常强的一种竞争优势 所以这个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建高铁 你就要考虑了 是吧 这个你要考虑 市场的条件 财务上的是不是可持续 如果你参与BOT的形式 它一百年 二百年 它也还不上来 那是不是要中国老百姓 为在国外做高铁来买单呢 是吧 所以上是什么样 一种运营模式 你要考虑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铁路 铁路总公司 欠的已经是2.8万亿了 那它这个还不起了 那中国老百姓买单 它就 你只能你来买了 那你是不是要为外国的 高铁来买单呢 虽然官方一直在高调 高铁走出去战略 但是您在之前的采访中认为 中国高铁走出去 至今没有一个成型的项目 那么您认为 项目没有成型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的高铁 有300公里以上铁路的 这个线路的规模 和这个制造的这个规模 每年生产的产量 就动车组这个产量 那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 所以媒体和政府都觉得 中国已经是规模最大的了 它应该能够走出去 但实际上这会有很多问题 一个就是说 国外这个高铁有没有市场 市场能不能够支撑 这个高铁在那里的建设和运营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出口这个高铁 我说的高铁是300公里以上的 那这个高铁出口的话 特别是这个在线路建设上 可能没什么问题 到国外去建设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出口这个300公里以上 这个动车组的话 就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了 但是我们引进了多国的技术 特别是西门子的技术 和日本川崎的技术 那在它引进这个技术的时候 它有一个约定的 有一个合同规定的 就是说它转让的技术 只能在中国大陆使用 但你如果说把这些出口的话 那就会签成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那你就是有一个和外方合作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要解决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可能还不是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那些市场 能不能够支撑高铁的运行 是吧 财务上怎么解决 是他们政府如果买单 你多少钱建了 那我给你中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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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运营的成本如果亏的话 你自己负责 那什么形式 什么样一种运行的模式 当然它如果它政府全上全单 全盘买单的话 那没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说让中国 给它贷款去建设 然后是BOT的形式 那中国是承担不起的 因为它市场不支撑 出口高铁技术是中国与东盟国家 加强互联互通战略的重要内容 有业内人士认为 全面输出高铁不仅仅是贸易出口 那么简单 还涉及到金融等方面的内容 所以在赵监看来 其中存在不少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高铁走出去还要谨慎一些